黄明志飙高音张飞破功效场 林志颖自爆专场扫厕所 华视综艺飞常在本周请到马来西亚知名创作歌手黄明志 演唱劲爆单曲《击败人》的歌词让张飞在一旁边听边狂笑 而歌词中我被击败了 你是击败人的谐音也让黄明志还担心说 这个节目可以播吗 没想到张飞保证没问题 还加码点了泰国情歌 更主动学唱泰语腔 模仿泰国的腔调让张飞频频笑场 大赞黄明志太强了 真的是奇葩啊 时常会上网找话题的综艺大哥张飞 这回被黄明志的歌曲所吸引 特别亲点他唱节目 笑不到这却成了张飞笑场的噩梦 不仅黄明志唱歌时偷笑 解析歌词时也被逗了 就连要跟住学泰文枪时也笑场 累积多年的主持功力差点破功 频频狂笑海长欧梦拍黄明志肩膀 让张飞忍不住说 年纪这么轻 这才华很可怕啊 尤其从黄明志的歌曲中 常能看见东南亚元素 也让张飞封他为 推广东南亚文化的代言人 另外 本周还有帅气的男神林志颖 特别带了专业赛车用的模拟机器来 综艺非常赞 林志颖表示 这是中华赛车协会平常用来考试照前使用的 特别要来跟张飞PK 只是在专业赛车手的林志颖前面 大家都不敢成勇 就连张飞都先求饶 让林志颖只好先礼让张飞半圈 用时速60的低速驾驶 还是遥遥领先 扒得头筹 还笑喊 飞哥 我等你等很久了 最后即使派出王仁甫再度挑战 还是赢不过林志颖的飙车功力 张飞碰上同样也喜欢玩车的林志颖 话匣子一打开就聊不完 还邀约林志颖下次一起去开飞机 没想到林志颖却说最新兴趣是跳伞 让张飞摇头说 你的教练要扛你这个身价顺义的 压力一定很大 两人还聊到家庭跟工作的比重 林志颖说结婚生子之前把赛车摆第一 工作其次 最后才是感情 但生了孩子后家庭才是最重要的 我出去工作最长期到十天内一定要回家 张飞也与众心肠表示 我以前总认为家庭就在那边 跑也跑不掉 所以都把家庭放在最末 后来才发现大错特错 也希望林志颖一定要把家庭照顾好 林志颖十七岁出道 演艺生涯可说是一帆风顺 但当红偶像的风采却在当兵时吃鳖 林志颖回忆起在义工队的时光表示 自己入伍后义工队就没再收新兵 也让自己练就了很会扫厕所的功夫 林志颖说 我整整扫了一年的厕所 没有学义帮我分担 扫马桶可以说是我的专长 尤其以前当艺人表演都是在大舞台 但在义工队的舞台相当小 台下的阿兵哥都市男生 看到同性别的都没特别感觉 一上台阿兵哥脸都很臭 我唱了好几场都没反应 真的很难过 让张飞感慨 林志颖事先成功 才从老百姓做起 还好最后林志颖决定走下舞台 跟阿兵哥互动 才把场子给炒热 也极由宗义飞 常在看到不老男神过去辛苦的一面 我唱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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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唱过来 不能唱过来 你看到这一面 我唱过来 跟阿兵哥互动 我唱过来 再唱出 我唱过来 吹得了 我唱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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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